天豪公开课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一开始喜欢的是诸葛亮还是孔明呢 喜欢诸葛亮通常是敬佩历史上的那位忠臣 喜欢孔明则多半是被与善关心的智者形象给吸引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我喜欢的其实是孔明 我相信大多数朋友的答案也是这样 毕竟读史书认识诸葛亮的门槛太高了 你得经过不少训练 透过戏剧小说甚至漫画游戏来认识孔明 轻松多了而且还很愉快 上一集我们说完了历史上的诸葛亮 这一次我们来说说文艺舞台上的孔明吧 在三国演义里孔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只要他一登场 其他势力就立刻下降一级 如果是张飞那得下降两级 统一北方的霸王曹操被孔明掠施小记 就烧了强武灰飞烟灭 得靠关公饶命才能逃走 真正运筹帷幄赢得赤壁之战的儒匠 不但智谋被孔明全面碾压 处处落后一步 后来搞阴谋还被孔明巧妙反击 气了三次一命呜呼 接着平定南中恩威并失 让蛮族部落心悦臣服 承诺男人不负凡义 最后对战卫国面对有压倒性优势资源的中原豪杰 挣钱骂死亡朗血性气死曹生 在西城下坦坦勤就下退司马懿二十万大军 在上方谷司马家父子三人更是差点被烧死 在故事里孔明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能算出大物借草草的剑 能借来东风烧草草的船 能预知未来会点灯续命 要不是天不假年历史可就改写了 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孔明 让无数读者崇拜了五个世纪的卧龙 这些故事真吗 不真多数是编的 这些故事爽吗 很爽每次看每次爽 不得不说罗冠宗真的很会写爽文啊 你用现代网文里的公式来对照就会发现 什么龙奥天最强最序 那都是我们诸葛孔明完胜下的 在罗冠宗笔下孔明是什么样的人 人设呢 羽山观金温文尔雅 外星没话说 未出茅庐能算天下大事 智谋没话说 好不好 强不强 强啊 可是这么强的主角还特别能装 上门三顾都不出 非得老板哭哭啼啼的恳求 打仗出主意从来都不明说 永远都是如此如此热斑热斑 偏偏每次都中永远料敌极尖 仗还没打就安排庆功宴 每次都在关键时刻一台小车车登场 嘲笑穷途末路的对手 装的那叫一个彻底啊 可是爽也真的知道能爽到不行 500多年前就把爽文写到了这种程度 后来的徒子徒孙不服气还真是不行 后来无数改编者抄都抄不好 君不见多少改编三国被骂的 但是罗冠宗到底是怎么安排情节的 为什么他写起来就这么爽 其他人说起来就不对味呢 本期我们就来详细分析 先来说说对罗冠宗的评价 五代我们先不论啊 近代以来点评三国音音最有名的就是鲁迅啊 近百年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列里说 至于写人已颇有诗 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后而敬伪 撞诸葛之多志而敬妖 翻译一下鲁迅的意思是 罗冠宗为了突出诸葛良的志谋 把他写的几乎是无所不能啊 但是给人的感觉像是带着妖气一样 总之就是很不真实 这段评语其实挺中肯的 所以被后人多次引用 甚至成为一种公论 49年之后鲁迅文坛地位越来越高 中志不可东摇 这就让必须帮孔明去媚 成为改编重拍三国题材者的共识 但是百年一过鲁迅跟罗冠宗都是古人啊 我们现在重新来看一下两个人身处的背景 似乎没有必要过多的指责罗冠宗的写法 鲁迅是一个活在民国初年的热泄知识分子 他的时代大背景就是民主与科学 德先生跟赛先生嘛 所以他看不起古中国的那些封建迷信 是很有时代意义的 但是罗冠宗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他是原莫名出通俗于的大众评书 这么艺术的从业人员 对他来说这样写才是符合时代背景 毕竟神人化孔明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有啦 对孔明的神话描写始于魏晋南北朝 也就是说在诸葛亮过世之后几十年 这种现象就已经开始了 目前可以查到最早记载是 《靖阳丘》这本东晋时期写成的历史书 这本书目前已经私传了 但是在《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 引用了一段此书的记载 大意是 诸葛亮去世之际天象异常 天上有一颗红色的带有盲角的星星 从东北划向西南投入诸葛亮的军营 不久之后诸葛亮就死啦 显然了 这就是后来新过五丈元传说的起源 接下来到了南朝流宋时 传说就越编越神啦 当时有本书叫《易月》里面说 蜀郡林琼县有一口火井 在东汉兴盛时火井里的烈焰冲天 但环林在位时火焰就越来越小 后来诸葛亮入属时将井里旺了一下 火势就重新旺盛了起来 到了锦耀元年有人向井里投了支蜡烛 没想到火却熄灭了 几年后蜀汉便灭亡了 如何很有那种武德宗史说的味道吧 诸葛亮在这里变成了汉朝火德的传承者 这种深入骨髓的迷信精神 正是未经南北朝时代的标志 顺口提一下 后来被多次引用的汉高祖展白蛇剑 孔子旅 王莽头等三物 在西境无故大火中被烧毁的故事 最早就是这本书中记载 后来的各种隐身传操 都来自这本书的原创 南北朝之后对诸葛亮的神人化 越来越离谱啊 随书记载 随文帝之时行军总管史万岁 奉命南征云南行军途中间的一块诸葛武侯祭碑 上面写着万岁后圣我者过祠 此时距离蜀汉灭亡已经三百年了 神不神呢 然后蜀古鸡记记载 宋朝大将曹兵伐蜀拜业武侯祠 但是曹兵对诸葛亮的评价不高 孔明虽忠于汉 而皮杰蜀之君明 不能负忠元于万一 不得为无 意思是态度没问题 能力有问题 然后就想拆了武侯祠 没想到还没动手拆 武侯祠中殿就塌了 跑出一块石碑 测我新逝者唯有送曹兵 曹兵马上大为赶佩啊 下令重修武侯祠 我想大家当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基本上就是后人伪作甚至编造的故事 不过所有人都乐此不疲 越玩越大 宋朝以后这种故事越来越多 就不多引用了 简而言之 在宋元时期陈述的平话与杂句里 孔明已经是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能呼风唤雨炼丹烧耀的活神仙了 知道了这几百年的神人化过程 再回头看看 进行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罗冠中 他会把诸葛亮写成那个样子 还奇怪吗 毕竟演绎不是历史 说古人的故事 除了个人兴趣之外 最大用意还是赚钱养家 自古以来每个说书人都必须让观众满意才行 罗冠中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鲁迅的评价也有点太刻薄了 如果罗冠中跟他的同行也忠于此时 搞什么横眉冷对千夫尺 把证实内容拿出来念给观众听 那恐怕没办法躲进小楼城一桶 而会在沉默中灭亡啊 毕竟家里老小还等着观众给赏钱买米下锅呢 说了不好那就得吃低饱 这当然是不行啊 你得编故事让观众爽才行 但是观众喜欢听什么呢 老百姓不懂何为庙堂格局 何为复杂史实 他们只能接受简单粗暴的设定 节奏要明快 人物要中间分明 要有主角也要有配角 还要有丑觉 你编故事得按照他们的逻辑来编 于是诸葛亮这种深谋远利的政治家 被描述成先锋倒鼓的巫师型人物 张飞这种猛将被描写成花脸憨人 然后打仗不需要考虑什么后勤补给 只靠单挑和个人无有 主将单挑分胜负之后 失败方的小兵自动原地解散溃逃 所谓的谋略全是埋伏和火迹 不用管什么地形与天后 反正只要一把火起 对方不管来多少人都自动解散 为什么要写得这么简单呢 因为老百姓只听得懂这些 这也是除了三国演义之外 其他朝代新王演义都不怎么流行的原因 为了防止有人不知道我多提一句 从东周列国志到大明英列传 中国所有朝代的新王故事 都曾被人写成演义体 几百年来说了又说没完没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爱看爱听能卖钱呢 远的不说 香港漫画后来搞出来的什么天子传奇系列 也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绝大多数故事都只能被当代人接受 使过金钱之后就消失在大众娱乐范围之外了 你说今天有人会投资拍几十集的铁拳无敌孙中山吗 那不得赔死啊 不会别的 现在观众的审美受不了那种故事啦 可是三国演义不一样 这本小说经得起改编 经得起每一代观众的审美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编故事跟编故事不一样啊 罗冠宗编的故事可是很有水准 如果骑死人于地下 给他一台电脑加网路 我估计罗氏网文也能写得风生水起 我们来细谈几个描写孔明的篇章 你就能体会罗氏网文的妙处 首先就是大名鼎鼎的三顾茅庐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孔明的起源故事 水道上却有其事 但是只有凡三王乃剑五个字 根本击不起任何意淫啊 但是呢 三国演义却在37到38回当中 划了超过7000个字 直直细细的写出刘备三次去龙中卧龙岗 求防孔明的全部过程 为什么要写的这么夸张呢 我们来评一评 我相信这两回的故事大家都看过 里面的刘备老实说有点弱智啊 在这两回故事里 孔明基本上神龙见首不见尾 刘备三番五次的去拜访 但就是见不着 而且三番五次的把别人 错认成孔明不断的出糗 最后搞了张飞忍无可忍 要直接把孔明绑了来啊 张飞约 哥哥差一意 量此村夫 何足为大贤 今番不须哥哥去 他如不来 我只用一条麻绳赴将来 虽然看过百变 但我每次看到这一段 还是忍不住拍案大笑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故事 而且没有经过史实剧透 你真的会觉得 刘备这样做很正确吗 现实生活当中 哪有人这样招募人才的啊 这样写难道不是败笔吗 当然不是 如果你读过的故事比较多 你应该会发现 这是一种惯用的写法 这是一个英雄旅程故事 什么是英雄旅程故事啊 其实几乎所有好看的故事 都遵循一个固定的公式 用Joseph Campbell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英雄从平凡世界 冒险进入一个非常世界 得到了神话般的力量 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最后英雄带着某种能力 从这个神秘的冒险中回来 和他的同胞共享利益 在三顾茅庐这个故事里 英雄就是刘备 非常世界就是卧龙岗 神话般的力量就是孔明 共享利益就是后来孔明的神迹妙算 这个说故事公式是 Joseph Campbell在 《千命英雄》里面提出来的 后来被广泛的认同与应用 变成编剧必须遵守的法则 这本书出版于1949年 罗根通他没有看过 但是不同领域的顶级智慧 总是殊途同归的 自古以来的好看故事 几乎总是这么编的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种故事的基本公式 一 考验不会一次就结束 会多次出现 而且难度会不断升级 二 英雄旅途必然有阻碍 不可能一次就成功 总会有守门人在挡路 你得试着克服 三 考验中 英雄的潜在能力 会被唤醒与强化 四 通过考验的英雄 必定有所收获 来 我们套用这个公式 来看看三顾茅庐 你就是要好看在哪里了 一 刘备一顾炒炉时 吃了闭门羹 因为诸葛亮云游去了 白跑一趟 后来刘关章邂逅了 诸葛亮的好友崔周平 这个崔周平 泼了刘备一大桶冷水 告诉刘备 早点放弃吧 你不会成功的 然后拍背肌就走了 留下失望而归的三人 这是一个关于信念的试炼 然后刘备靠着坚定的意志力 通过了考验 就是一顾茅庐 二 二顾茅庐时天气很糟糕 时时隆动 天气严寒 同云密布 真不是一个适合出门拜访人的天气 但是刘关章硬着头皮骑马出门 此行此景 可以想想下雨天骑机车出门的感觉 但是麻烦还没结束 刘备接连把三组人马 戳认成诸葛亮 最后好不容易到了茅庐 却又得知 空明昨日咸游去了 刘备满心的期待化为失望 只好留下书信 被久目高明 两次敬业 不欲空回 惆怅何似啊 是啊 真的是惆怅 如果你有类似的追求女孩子的经验 你就知道那种先获得希望 然后又失望的感觉有多么难受了 书中多次描写刘备的那种惆怅 正直风雪又大 回望卧龙港 一样不已啊 这个失望笼罩了那一整个冬天 还好 刘备熬到了春天 仍然决心再次去拜访 还做足了准备 占卜及时 灾界三日寻目惊怡 这是一个关于毅力的试炼 这是二顾茅庐 三 最后这一次孔明的确是在家了 可是却高握不起 皱寝未醒 这实在太怠慢客人了 听故事听到这里 多数人应该都跟张飞有同感吧 等我去屋后放一把我看他骑不起 但是刘备这次却胸有成竹 他等得起 书中描写的非常细致 离草庐伴里之外 玄德便下马步行 为什么 怕马提升惊扰了主人家 这是耐心更是贴心啊 玄德徐步而入 见先生仰卧于草堂积席之上 玄德拱立阶下 注意哈 刘备可是站着等的 而且还把关张二人赶出门外 一直等到孔明睡饱了起床 才开始访谈 在这期间张飞越来越急躁 但是刘备却是越来越笃定 这是关于性格的试炼 能做大事业的人必然都有耐心 这几个小时的耐心等待 就是刘备获得的成长 而被这样历经磨难 才请出来的孔明 还没有开口说出龙中队 那种超脱世俗之上的气势 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读者完全可以被说服 刘备这样请来的肯定是绝代谋士啊 类似的故事所在都有 比如史记里面的张良与黄师公 还有圣经里面的约伯的试炼 这些故事都用重复无理的试炼 把焦虑 疑惧 偏执等负面情绪加给主角 然后主角靠着天赋突破内心的阴暗面 获得令读者认同的成长 与神话般的力量 这时孔明越是开挂般神奇 读者就越爽了 因为试炼已经通过 获得报酬岂不顺理成章 不信你去看看金庸小说里面 所有主角练功的过程都是这一套 过程越是艰苦 后面神功大成就越爽 毕竟这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机制 没有人会觉得故事变得太夸张的 不过三国演义比上述这些都更高比一点 在三顾茅庐这个故事里 被考验者恰恰是身份地位都更高的刘备 而读者还不认识的孔明 却充当了试炼通过后的礼物 这是创造了双主角的写法 通常你看英雄试炼故事的时候 你会把自己当成英雄 毕竟这样代入感最强也最爽 不过三国演义成功塑造了双主角 所以后来无数的读者 既可以把自己代入为刘备 也可以把自己代入为孔明 通常我们在年轻气盛的时候 都会觉得自己是孔明 要等人来顾 但是人总会成长 随着你步入中年之后 你会逐渐认同起刘备来 你会开始思考要怎么去顾人 这就让后来演义故事切换主角的时候 读者丝毫不感到突兀 可以一直接下去阅读 如果你追过剧或者漫画电影什么的 就知道这并不容易 有多少一代拳王 故事换了主角就没人看 以上就是罗冠宗让孔明出场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孔明第一次独挑大梁的演出 罗冠宗是怎么塑造孔明赤谋巅峰形象的呢 如果你把演义看得足够熟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 就是拿赤壁之战作为舞台 拿周瑜跟曹操作为配角 用这两人机关算尽却处处其才一早的尴尬 让孔明展现出那种主宰全局势的智力碾压 曹操我们之前说过一期了 这一次我们来说说周瑜 真实历史上的周宫景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真正打赢赤壁之战的 其实是这位周郎啊 他唯一的问题是他不是演义的主角 所以得被艺术加工一下 先来认识一下真实的周瑜 然后就知道反差有多大 周瑜出身名门 如江周氏 世代高官 周瑜的祖父辈 父子辈都官至三公 他的父亲还担任过洛阳丽 就算以汉末的标准来衡量 这种家世背景也无可挑剔了 那么周瑜本人的能力呢 还是无可挑剔 他的风评是雅亮高赤 身形高大俊美和精通音律 当时有句俗艳 曲有物周郎固 说的就是周瑜精通音律 在酒瑜当中只要弹琴出错 周瑜总是能马上发现纠正 这是标准的贵族气派啊 那么这样的对手该怎么设计人物形象 才能用来衬托孔明的能力呢 答案是创造道德缺陷 大家也可以想想 如果你想抹黑一个各方面的完美的不像人的对手 你可以怎么做呢 罗冠中想出来的方法是 把它写成自大狂 这招实在是太狠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面 这是最让人讨厌的人格典型啊 不管你多么有本事 只要被贴上这种标签 那么所有的优点都会转化为缺点 因为这种性格是儒家道德体系最讨厌的类型 儒家最喜欢温良公俭让 而周瑜恰恰就被罗冠中写成这种人格的反面啊 怎么写的呢 先给周瑜一个自知甚高的形象 这很合理啊 通常有能力的人都会这样 三国研议第四四回把这种形象显得唯妙唯笑啊 这里是周瑜第一次正式登场 此时孙权对于抗朝与否正在犹豫不决 忽然想起外事不决问周瑜 于是就把周瑜从薄阳湖找回来商量 然后周瑜就登场 可是接下来的情景很堪王位啊 周瑜碰上主降派就说自己主降 转头碰上主战派就改口说主战 最后碰上那些不知所措的同僚 周瑜却说 于自有主张 注意哈 读者在此时是借用作者的上帝视角 一次看到了周瑜的三张面孔 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做法 是最明显的自大狂特征啊 罗冠中还怕读者看不出来 可以在这一大段的最后 加上一个形象描写 周瑜冷笑不耻 你说这一刀补的够狠吧 形象塑造完成之后 就该让对照出孔明登场 既然周瑜这么狂傲之大 那么让孔明处处领先他一步 就可以衬托出孔明到底有多厉害 首先是周瑜跟孔明谈是否抗朝 在这里孔明可以装作 不知道东吴的人际关系 劝说周瑜交出大桥小桥 换取曹操退兵 一个非常骄傲之大的人 你跟他说戴一下绿帽就能免灾 他能忍吗 当然不能啊 所以刚刚满朝文武都试探不出周瑜的真心话 现在孔明背一首同阙台副 就让周瑜勃然大怒 要跟曹操势不两立啊 一上来就让孔明稳稳抵押周瑜一头 接着罗冠中花费大量笔墨 渲染周瑜对诸葛亮的疯狂嫉妒 这真的很符合人性 一个自知甚高的人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有人明显的比自己更厉害 如果你不懂这种心态 想想白雪公主里面造魔镜的母后吧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计谋互动 先是曹操派蒋干游说周瑜 周瑜将计就计让蒋干倒走苏信 最后骗了曹操杀掉无辜的水君都督 这本来应该是周瑜的高光时刻 没想到计谋成功之后 孔明一句 便是亮意味与都督贺喜 就让周瑜从智德意满的高峰跌落 好似那凉水交头 怀里抱着兵啊 再来周瑜完全不顾联盟抗朝的大局 千方百计要弄死孔明啊 要求三天打造十万凋零剑 否则均法处置 而且还刻意安排各方面不配合 务必要让孔明死 故事写到这里周瑜已经完全是个卑鄙小人了 然后孔明草船借械又立压周瑜一头 最后罗冠草杖周瑜亲口说出 孔明神机妙算 无不如也 此后虽然按照史实周瑜大破曹军 但是只看三国演义的读者 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周瑜有多厉害了 反而是在史实中没有太多表现的孔明 变成了借来东风的破曹低功 你说周瑜冤不冤呢 当然冤啊 不过只能寄生于何生亮 整个中国历史上被民间故事黑得最惨的 除了隋杨帝跟武则天大概就是周公瑾 陪了夫人又折兵 聪明反辈聪明物 都变成了周瑜专属的成语 真实的周瑜是这种心胸狭窄的人吗 并不是啊 周瑜雅量高致 胸襟宽广 事业游臣 恰恰就是这种形象的反面 但是罗冠中用了几回故事 就把周瑜彻底变成了孔明的垫脚石啊 除了故事需要之外 其实也有阶层差异的原因 周瑜是标准的贵族公子哥 而三国演义的讲述者全都是民间艺人 这些民间艺人恰好最讨厌贵族派头 所以只要是出生贵族阶层的 都被丑化的很惨 比如什么袁绍 袁术 杨修 恐龙都讨不了好 当然还有周瑜 这种现象古今都有 不幸可以看看如今的网络论坛上 只要富二代贵二代稍微出点事情 排山倒海的讽刺嘲笑抹黑就全来了 而周瑜被描写的越不堪 作为对比的孔明就显得越财德卓越智慧非凡 这当然不公平 不过这是艺术创作 总得要有反派 而罗冠中塑造反派的能力不得不服 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最后一位用来襯托孔明的反派 就是司马懿了 这又是一个很难下笔的人物 看历史结局 司马懿是真正的胜利者 看实际能力 司马懿的智谋不输诸葛亮 看所作所为 司马懿跟诸葛亮也是难分宣誓 司马懿先跟曹操奋斗了半辈子 后来又扶走曹魏三代君主 身份也是脱姑之臣 而且两个人的真实对抗也是司马懿獲胜 如果不开上帝视角看最终结局 你很难说司马懿有什么问题 那该怎么写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罗冠中写孔明的三段笔法 刚刚登场时用刘备三顾茅庐的试炼之旅 烘托孔明卧龙的身份 非常成功 登场之后用周瑜处处其差一早的悲催 烘托孔明至谋无双的成就 非常成功 那么当故事说到尾声 当英雄凋零殆尽的时候 要怎么写司马懿一才的烘托孔明呢 答案其实蛮简单的 这个阶段真实的诸葛亮是 忠诚不二 公正无私 鞠躬尽瘁的忠诚典典范 那么就让司马懿来当反面衬托吧 反正他的真实形象也的确是很会作为的 年轻时就装病变曹操 年老时又装病变曹爽 一辈子都在骗人啊 如果说老年孔明的形象是忠诚 那么老年司马懿的形象就是虚伪 从演绎第94回到103回 两人对抗了总共15回的故事 在这15回里 司马懿就是一个非常虚伪 总在搞阴谋的形象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女装大佬事件 孔明最后一次北伐时 司马懿拘于下风 于是他干脆坚守不出 搞缩头乌龟战术啊 为了刺激司马懿出战 孔明派人送来金国 这是公开嘲笑司马懿没有男子气概 如果放在今天 孔明非得被女权团体喷死不可啊 不过放在汉末那个时空背景 这是莫大的侮辱 然后司马懿什么反应呢 严谊说 司马懿心中大怒 但是表面却不动声色 心平气和地义把金国给收下了 然后司马懿又假装诚恳 款待蜀君食神 并且在席间虚寒问暖 孔明寝食即适之凡解若何 意思是丞相睡得怎么样 吃得怎么样啊 工作烦不烦忙不忙啊 这种温和的问候 让蜀君食者施了戒备 居然诚实说 丞相素心也媚 这让司马懿很高兴的判断 孔明食少是凡 其能久乎 应该不久人世啊 这可能是事实 但是应该没有多少读者看到这里 会佩服司马懿的智谋吧 当年我自己看到这里 只觉得这个人真是奸诈狡猾啊 当然孔明也搞了很多诡计啊 著名的虚构场景空城记 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 可是为什么孔明骗人叫做神奇妙传 司马懿骗人就是要奸诈狡猾呢 关键在于怼自己人的态度 孔明的计谋是用来骗敌人的 司马懿的密谋 则是连自己人都骗 比如面对孔明的公开羞辱 司马懿的属下将士们非常愤怒 进账要求出战 本来司马懿如果跟自己人说出其中缘由 这件事情应该就过去了 众人应该能明白其中的厉害关系 可是司马懿却在自己人面前都还在装啊 说自己也很委屈也很愤怒啊 但是天子下的诏书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罗冠忠把这些差别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独舍对孔明跟司马懿的观感自然是天差地别啊 而且这还没完 等到孔明去世之后 罗冠忠安排司马懿继续虚位 装病骗草爽一装就是将近十年 装到草爽完全放弃的戒备 注意哈 作者在这里详细描述了司马懿装病的细节 然后高平民之变爆发江山易主 你说面对这么一个虚位的人谁会有好感 所以就算司马懿耗死了孔明 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三国至谋第一的英雄 他只是用来襯托孔明的反面配角而已啊 司马懿越讨人厌孔明就越显得值得尊敬啊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了解 孔明的形象为什么那么好了吧 此后几个世纪 透过这套筷子人口的三国演绎 与由此衍生的各种大众娱乐作品大家渲染 孔明世外高人 雨善观惊 温文尔雅的形象 总是忠诚尽职 算无一策 从容不迫的风格 就深深烙印在了东亚文化圈的读者心目中了 孔明等于史上最完美的幕僚 没有之一啊 别说安邦定国 当偶像经纪人也没有问题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 本集节目是依靠天号公开课的会员朋友 热情赞助而制作完成的 如果您也希望持续听到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欢迎您加入赞助的行列 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